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開箱速遞 就和大家帶來這部 Skooko Poon 不知如何叫 Tiny的名義推出的 福士T3 遞屬於這個九巴 看到這個這麼經典的拉花 一定是上世紀 80年代的事 這隻拉花沒有幾錯 我不熟悉班門洞夫 但是這個帽 其實真的是Skooko 跟我們之前說過的應該是一樣的 除了它應該是有個右軚帽 之前有消防車的版本 德國消防車或者這輛奧利Sport 這跟Tarmac 聯繫推出的 現在這輛奧利Sport 看到Skooko 不好聽 其實現在的趨勢 尤其是Tarmac 和Tiny都是這樣做的 這些車聯繫推出 即是同一個帽 去推出一些東西 我又不敢說是Tiny還是Tarmac 我都不敢說 但總之兩間廠都有 既然一起去找Skooko 去推出一些東西 Tarmac就找了Skooko 合作去推出這輛奧利Sport 的貨車 Tiny當然是找老本 和香港交通公司 當然是找九巴去推出 因為我沒有記錯 中巴應該是用日本車的 不知道為什麼九巴用歐洲車 不過中巴用日本車都很符合 中巴精神 中巴應該都可能 聽說早幾年中巴 還有保持一架 不知道什麼版本的 100系High Ace 應該是前期款來的 不知道是電油還是油渣 聽說的 是有中巴拉花的 一架100是High Ace 但是隨著這間廠拆了之後 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例如說收購了中巴那批 舊巴士的IVB Irland Vantage Bus 也沒有說過 High Ace的狀況 因為我知道有一架東西在那裡 但我沒有確認 Irland Vantage Bus 連銀城坑那架Demula 我都不懂得分 總之那架東西 就一次過收購 即是私家車連幾架巴士 白水箱 還有一些機場巴士 我不知道他沒有提過 High Ace 可能也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唯一對於中巴工程車的唯一認知 早幾年都還在 現在就不知道 那架真的是100系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有說過100系 今次這架車看起來真的挺漂亮的 暫時就這樣看 就沒有什麼大的QC問題 應該 即是我想 如果它是外判給Skooker做的話 就應該不算太差 但尾泵把就 尾泵把就 尾泵把就 看見Skooker和Tarmac那架是貼的 這架尾泵把呢 就熬了出來 戰損版來的 那這個就 我也不知道 這個應該沒得換 有它這些 這些位置 但你又弄不回 最糟糕是 有個尾泵帽 尾泵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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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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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silize 好 ヽ ノ 腰耀 熱 o 多 拔 應該要看它怎樣撥 向乘客那邊撥 應該是向司機那邊撥 不是的 我都有點亂,但兩個模型是不同的 兩個模型是不同的,好像狗跑的矮 兩個都差不多 香港的車牌也走上去 不過不要緊 起碼這東西真的是猶太模 不如看看裡面有沒有改變 我個人會覺得裡面未必有改變 開了,不是的 開不到的,我忘了 讓大家看看底盤 我有沒有開過來看 沒有,底盤是這樣 沒有螺絲位?沒有螺絲位的 就算了 我再看一次,我再看一次 我再看一次給各位觀眾看 好極暗的 這邊打燈 好了,反過來打燈 還是有兩排燈 不要緊 它有兩排燈不要緊 最重要是它的車 設定不適合也算了 裡面設定不適合 但外面設定不適合 這個才是最驚喜的 沒有猜到它真的會換回右軚武裝 如果我沒有搞錯 如果我看到這個規模 我還有一輛私家車版 私家車版也是把門 這個也是左軚 左軚私家車 還有軚 左軚私家車跟4WAND一樣 道門也是放在右邊的 這是私家車,這是4WAND 都是放在右邊 但是竟然這次的香港版 竟然會放在左邊 終於到我分到左右軚 我終於懂得看了 看到它的門放在這邊 這個真是值得加 我沒猜到竟然 今次Tiny 我不知道是Tiny的意思 還是Google的意思 但怎樣都要讚一讚 這件事真的非常之好 你真的要做一個右軚 有不少廠商都遇到這個問題 我這個款式我可以出賣給右軚和左軚市場 但是我又沒有 有些時候說不想一毛多用 但是你有時也會向現實低頭 我猜你沒有那麼多預算去做 那你就變相某要選一個SPEC來做 我看通常都是選就左軚市場去做毛 就是左軚市場去做 就不是就右軚的 那這次既然會特意為右軚出一個帽子 我覺得這次要賺 我不知道誰的想法 但是我要賺一賺 至少他不會說硬 上次的教訓是真的有記入腦的 尤其是對於廠商來說 我多開一個帽子 又是賣回你這樣的價錢 我又沒有得收多理 收多理你又覺得不值得 這個真的猜不到 可能真的要找回去年的相片來看 因為這輛車廚實說 他真的用了一個挺長的時間去做 因為我又忘記了去年 是否都是用回 已經是用 即是2020年的年尾 是否用這個SPEC來出 一年多之前 是否真的用這個SPEC 沒有記錯這個車應該是 2020年冬季購物節的會場限定 那我就沒有在會場訂 因為我忘記了訂 後來我換句是一個保訂 那輛車是去到2021年的冬季購物節 完了之後那天才開始交車 那輛好像28號完 29號交車 30號到其他外面訂 到外面交車 那我就30號去拿 都差不多是這樣大致上 這次這輛車 我會出現右太母 我覺得這個真的值得加 那我一會兒看看 怎樣擺排位 對,但排不了 這次調過來,排就可以了 這樣放在車裡 再放在那邊 對,這樣就可以了 我再給大家看看 如果看到遲遲斜線 我覺得真的好漂亮 不可以,那隻獅子擺位 好像越擺越壞 先放一個貨幣進去 這部貨幣真的覺得很棒 我挺喜歡貨幣 尤其是當它就香港規格去出 我記得Tiny以前說過想出T1的 右軚T1的 因為T1這車 他那時候放過一張不知什麼國貨公司的貨車 他有想過出 我不知道這個項目有沒有擱置 但應該在那個年代 回到六七十年代 依然是有很多廠 不同公司是有用T1和T2去做這個貨幣 可能客貨兩用 因為那個年代T1和T2的年代 日本車輛幣還未打入市場 所以未有那個市場 日本車輛幣還未做到買回來 後來是六十年代尾 七十年代頭才開始多日本車輛 但到五十年代尾到六十年代 日本車輛幣還未打入香港市場 所以那個年代是多很多T1和T2 反而T3在香港感覺上會比較少 但是有這輛也證明不是很罕有 但是應該那個年代開始多日本車 應該會變得多人會選日本車 我猜 我可能想看看有沒有觀眾 屬於那個年代可以回答我 有沒有關於 為什麼 是不是這個時候 即是去到七八十年代已經開始 即是逐漸不用 逐漸不用這個歐洲Van 反而轉用日本Van 當然到了現在風水輪流轉 反而人們覺得HighAce好像沒那麼好 尤其是HighAce大改款變成300系之後 我想都有很多 即是有拿開或有拿過 都知道 可能有拿過200系和300系都已經爭很遠 都知道他爭什麼 反而人們會想去重頭 即是不知道隔了有沒有半個世紀 可能都有 半個世紀之後就開始重頭歐洲Van 大家都是抖過頭出來 大家都是買三十多萬 為什麼他要買土耗塔 有種感覺 尤其是多了人開Veto 標誌 或者是 大家抖了 就是福士 對 標誌也有 福士也有 雷諾之前好像也有 雷諾也有 但是最好猛 尤其是福士 我不知道是否轉了新代理 好像多了人買福士那隻Caravan 就是T6的載客版 以前載客版的人只是買Veto 就是V Class 現在福士那部比較多 尤其是福士應該便宜一點 那載客版 但是那些載客版 真的好像就是用來載客 但又不像家庭車 可以當家庭車用 但是硬是看上去 V Class都多人當家庭車用 但是那一家東西看上去很Commercial 好像整個小巴 那樣 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那款 這條應該不是家庭用車 整個車的東西 裡面的東西 哇乾 不知道是新車 可能沒有那麼多垃圾東西 我看到車主在 我又不敢看得那麼清楚 但我看到一架 放在街邊 想 哇 車裡面什麼垃圾東西都沒有 是不是家庭車 什麼垃圾東西 整張椅子是Clear 沒有東西在裡面 車尾箱 我等一下裝一裝 沒有東西 整個車不像 反而是Vito那些 一看見到 哇 打到尾箱 什麼垃圾東西都有 就是三排椅子 一打去 什麼垃圾東西都有 有大水桶 有些水 糖紙都見過 糖紙塞到水瓶裡 我都見過 但那些水瓶裡面還有水 所以算了 我當沒見過了 今集就先說到這樣 忘了讓大家再看一次 我覺得真的非常漂亮 尤其是它有肯落本去做 我試試看 這個 我最後沒有拍到這個給大家看 雖然應該都看不到什麼 但我覺得 好啊好 這個是 我又不敢說 很老屁股那些 你經常說 現在的後鎖定沒有見過 你又不要這樣說 現在小孩在讀小學 可能沒有見過 但如果你問回 可能差不多 有看開車的小孩 有看開車的後鎖像我這些 這塊牌不是很陌生的 小時候 一街都是這些 一街的貨車 可能見到 可能2010年前 有見過都不奇怪 不知道是零幾年開始沒有 但我記得是 一年打後就開始少 甚至沒有了 但如果你說200 可能07 08年 或更早 一定會會見過這塊牌的 所以不要說 你的零零後石沒有見過 你不要胡說,可能是2005年那些都見過 如果他有記憶,有記住,2005年出生也有機會見過 所以不要說年輕人不知道 不過你再問現在讀小學那些 現在七、八歲那些,你應該真的沒有見過 2005年現在都16,對不對? 我看《全民造星》,蕭賣都說2005年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有看 不過蕭賣很早被淘汰了 所以今年《全民造星》沒什麼心思看 我看中那些轉過頭被淘汰了 很沒人 好,那今集就先說到這裏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